Hello大家好,我是佩欣 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用新品来化个妆 有一部分我已经打开来使用了 还有一些产品是准备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把它们打开 然后在我脸上来进行试用 看看我对他们的初次印象到底怎么样 那目前呢我已经把护肤的所有的步骤都已经结束了 还有最后一步就是防晒 因为防晒今天要用一个新品 所以说就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进行 防晒要用的是IPSA的这一颗 这一个防晒是上一周我的小伙伴佩佩他送给我的 我已经用过两次了,超级好用 非常流畅的这一种 不管是味道还是它的这个质地都特别像酸奶 而且是那种不是很浓稠的那种老酸奶 是很比较稀的那种 特别的清爽 一定的这种提亮肤色修饰的效果 突然以后脸上就是白白的嫩的 混油皮啊还有油皮 在夏天来使用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 好了 我今天早上去做了一下脸 然后做脸的时候有敷一个面膜 好像是这块有一丁丁那个面膜的残渣 大家看我现在用的这个镜子是 Lamere的这个气垫的镜子 这个气垫目前在我这唯一的用处呢 就是它这个镜子很好看 太可悲了 作为一个气垫它的最后的作用间只是一个镜子 这个防晒目前呢就已经完全被脸上吸收了 而且这个防晒它不会跟你后续的任何彩妆 产生那个搓泥的现象 我前两天用的时候都完全没有 所以我觉得还挺棒的 然后我看一下它的SPF值很高 也是50 然后PA值也是4个加 像这种防晒指数在夏天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一颗它后面还有写价位 它的价位是4500日元 接下来呢要用的是这一颗隔离 叫做Inamasker 前两天在Selfridges上面就是随便乱逛的时候 然后看到了这个牌子 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 就想说看看它到底是干嘛的 结果在网上查了一下 发现这个品牌它是英国的一个彩妆的专业线 号称是英国版的卖 那么这个隔离呢它比较火的有两种款 一个呢就是基本上所有肤质都可以用的保湿款 另外一个比较火爆的是适合于油皮用的那种控油感比较强的 那我这次呢我买的是这个保湿款的就是所有肤质都可以用的 它打开以后呢里面长这个样子 是个黑保湿 黑宝罐 Hello 我今天一天已经收到了差不多5个骗子电话 最近怎么骗子这么多 我天哪 隔离层的上面呢是这个挖取棒 然后它取的方式是这样子 直接拔下来就好 它的这个质地我跟大家讲超级的神奇 因为它里面现在如果大家看的话是这种果冻感的这种褶状 是非常平滑的没有那种挖的那种小洞洞在里面 因为这个保湿妆前它的这个质地呢是很有记忆功能 就算你挖出来那种小坑坑出来过一会儿 它呢自己就慢慢的平复下去就整个变得很平滑 看起来呢就特别的舒畅令人心情愉悦 这个它的用量呢还蛮省的 每次你挖这么多就好 真的跟果冻一模一样 这有点太多了 你就可以往回去放一点点 我再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力啊 比如说你这样子轻轻地拍它 稍稍地往下一点点 但你如果不使劲的话 它完全不会摁下去 那么当你把它放到脸上的时候 你使一点劲 它就可以立刻水化了 我把它立刻推开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保湿性超强的 而且呢也完全的不会泛油光 吸收呢也特别的快 感觉现在特别的冰凉 像刚洗完脸一样那种感觉 特别的舒服 然后味道也是那种很淡很淡的那种花香味 全脸抹完以后手上呢就还有一点点没有用的 因为你真的用不了太多的量就可以把全脸就抹完了 这个隔离我之前涂的时候在脸上 它不会和其他的底妆产生搓泥的现象 而且会让底妆就更加的服贴 上妆就更加的丝滑一点 那么今天要用的粉底液呢 是基凡系的这一品 它在市面上已经有蛮久一段时间了 但我自己是刚刚把它买回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去年在我的爱用品里面 在夏季的那个粉底液的爱用品里面 我有推荐过基凡系他们家的另外一个 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粉底液是我去年夏天一直在用的 然后没想到今年在夏天快到零之前 我又买了一个基凡系的 我觉得这个要比我去年喜欢用的那个还要好用 它的控油效果要更好一点 就是又保湿然后又控油 一定要给大家在脸上试一下 然后它的用量呢 我平时基本上最多最多就用这么多 这个颜色是00号 叫做Matte Avery 要用的上妆工具是这一颗 是Morphe还有Jeffrey Star出的这个限量款 盒子在这儿 然后这一盒里面它有一个大的 然后还有两个小的 昨天我已经有试用过一次这个美妆蛋了 这个美妆蛋是我目前用过的所有美妆蛋里面 我自己最喜欢的 完胜我之前最爱的Beauty Blender 我马上把它打湿 然后图分比喻的时候给大家说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一颗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用这个美妆蛋 你们喜欢怎么用 像我的话我是一定会把它完全的打湿浸透 然后呢用Paper Tau把里面的水分挤干 这样的话它出来的这个妆容会特别的服贴 而且很自然 把镜头先拉到最前 那我就先涂右边这块了 少涂一点吧 浸泡完以后就立刻变得硕大 右边呢它这种切割的平面 哇这真的是太丑了 我只用了一次 然后就已经有这个了 然后这个平面呢 在涂粉底液的时候特别的好用 而且会让你的底妆和你的脸完全的贴合到一起 然后前面这块 绝对是你把这个鼻子这块的粉底液 让它吃透到皮肤里面的最佳的一个横洁面 这边呢就是我们用到的传统的这种美妆带的那样子 但它这个尖尖呢是要比 我觉得Beauty Blender的那个要更尖一点 先把这个粉底液在脸上推开 不够的话我们再来涂下一层 像这个粉底液刚才我在脸上已经放了一会儿 现在才推开 可是它的这个延展性呢还是很好 不像有些粉底液 它上到脸你得立刻推开 要不然就会在脸上坨住 这个Beauty Blender啊 它就是我觉得它的密度就是刚刚好 不会说太硬也不会说太软 然后并不吃粉 它会让所有的粉底液就是跟你的脸融合到一起 而不是全部被吃到这个蛋蛋里面了 这点是我非常喜欢的 然后弹性的也很好 让人觉得很扎实的那种 感觉这个还是蛮轻薄的一层 可以再来上一点点 痘痘的这块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小尖尖来涂 还是会有一点点 这一款我觉得它就胜在妆效自然 遮瑕呢我觉得给它打个中低 中低 不会更多了 毛孔的遮瑕能力呢也还不错 你看现在这个是右边的 然后这个呢是左边的 同时还对你的脸上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提亮的效果 但是这个提亮是很自然的 有点像那种珍珠白的那种感觉 妆感呢也是偏雾面的 然后再来上一下另外一边 好 现在呢就是我薄涂这个粉底液在我脸上出来的妆效 清透感自然感 还有它这个呼吸感我自己是非常的满意 这个粉底液它在你的眼下也不会有任何的卡细纹的情况 那因为我现在手上呢还有最后一点 我准备把它在脸上就是大面积再扫一下就好 不要浪费了 然后这个色号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它是那种会让你的脸会白亮一些 但是呢不会说紫白假白 散粉呢我们今天要用到是Fenty Beauty的这一颗 然后色号呢是这个 军衣草紫色Sophore试色的时候 我在Lavander这个颜色还有 巴的那个颜色里面我有纠结好久 因为巴的那个颜色非常的自然 非常适合我们黄皮的 然后我涂到手上以后发现它 没有任何的提亮的效果 就真的是和你的肤色完全一模一样 但Lavander这个颜色当时我涂到手上以后 感觉就有一定程度的提亮 那我自己呢当时以后是比较喜欢Lavander出来的这个妆效 所以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平时喜欢的妆效 在这两个颜色里面选 不得不说Fenty Beauty他们家的这个包装实在是太好看了 像一个大钻石 好漂亮 它是有附带一个这个隔离层 这个隔离层的好处就是如果大家出门的话 你把这个带着 这个散粉就不会到处乱飞了 因为这平台的孔能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看上面已经有一些散粉了 还是把信头往前拉好了 那我先把这个散粉拿出来一点点 太多了太多了 弹掉一些以后呢现在有这么多 它真的是一秒钟就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毛孔就给你遮住了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给它散开 然后它整个这个提亮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明显 而且这个散粉就算叠涂它也不会在脸上拖住 不让你的整个皮肤感觉一下子就跟加了一个柔化的那个效果一样 而整个散粉呢有一种淡淡的奶油味 就涂到脸上就觉得超级享受的 粉质呢也是非常的细腻 而且呢不会在脸上乱飞 接下来涂一下左边 感觉给脸上加了一层filter 但是这一个散粉它本身是没有加那个散粉铺的 你需要自己有一个刷子 但我觉得就算有散粉铺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用刷子多一点 因为今天视频里面我们有用到新的分滴 还有新的散粉 那这些都属于底妆类的产品嘛 所以说在过八个小时以后呢 我会给大家再看一下 它们在我脸上呈现出来的效果 我会把这个效果的片段呢 放到视频的最后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直接拉到最后来看 然后我最近眉毛部分我用的是这一个 就是在网上挑的 砍刀眉笔的这种形状 颜色呢是这种棕色 我记着我上一个砍刀眉笔用的还是Hourglass的 然后就很久没有用过砍刀眉笔了 这个眉笔它好处的一点就是 它既有这个上色 但是呢它这个上色不会说是太厉害 有的时候过于厉害的这种眉笔啊 你稍微一个涂不好就很可怕 哦对了 而且我发现我的眉毛天生的 就是左边的就要比右边的长得好看一点 就是这个弧度就很好 可是右边这个眉毛就是 哎有点先天发育的就有点差 可怜的右边的眉毛 红是一个抹身的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 我就特别羡慕那种眉毛颜色很浅 而且眉毛本身的那个质地是比较软的那种小伙伴 我觉得怎么画眉毛都看来很温柔的那种 像我的话就很难 对 眉笔和眼线笔一样 就我自己用下来我觉得 专柜的还有评价的都有好用的 然后有的时候评价的好用的 我觉得和专柜的好用的也没有太大的差 所以我觉得这种产品就是挑一个最适合自己的 性价比最高的就好 而且眉笔还有眼线笔都是消耗品 用起来特别的快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买一个专柜的也不是特别划算 接下来呢我想先用一下腮红 因为腮红是一个新品 今天的最后一步呢我在画眼影 因为眼影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旧款的产品 然后呢就快快的画一下就好 那么今天腮红要用的是NARS的这一颗春夏限量 最开始我看到它颜色的时候 我觉得嗯怎么不是很好看 可是当你上了手以后 还是觉得NARS的东西确实是好用 很大一颗诶 它里面总共有六个颜色 然后每一个颜色都是超大一颗 我感觉你根本就用不完 可是就是好看啊 对吧 然后它外面呢是这种 有点像那种大理石 但是那种有波浪感的大理石 同时呢是这种非常有渐变的这种水波感 打开以后呢里面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一盘它的粉质并不是那种 非常的显色的那种 像你比如说我们拿最左下角的这一个吧 一次呢拿做这么多 然后呢在手上 我刚才这个力度呢是比较轻的 然后如果重一点 你看它并不会说一下子上去 你的脸就变成那种猴屁股的那种 最后这种显色度呢 对于新手来说是比较友好 那么在我的右边呢 我想把这个颜色 第一排的第二个颜色 还有第二排的第一个颜色 这样的颜色混合到一起 轻轻地扫一下它出来的这个梅子色 就会很好看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颜色不会太够的话呢 你可以再加一点 这个第二排的第一个这个颜色 然后呢给上面再涂一点点 就是靠近你的眼睛的部分 可以再加重一点点 这颜色真的很好看的 它虽然说还是梅子色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粉调的 我的左边 我涂成不一样的颜色 会不会很怪啊 应该还好吧 我左边我会涂就是第二排的最后一个这个颜色 因为这个颜色从视觉上来看 是整个这个盘子里面颜色最深的 就看看这个最深的颜色在脸上会不会太夸张 然后等一下我换妆以后 再把这两边给它调和一下 不是那么明显的差就好 稍稍地摊一下 哇 这颜色怎么有点好看 它有一点点偏紫色调 粉紫粉紫的 那左边的这个颜色呢 我涂的范围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偏小一点 因为这种颜色比较深的 我怕涂的太多了以后 会让整个妆赶往下走 但是像右边的这个浅浅的梅子色呢 我涂的范围呢 就会稍稍地大一点 几乎是从眼下一直到了眼尾这边都有 那么这两个颜色呢 我只能觉得好难以取舍啊 好吧 只可惜我的一张脸只有两个脸颊 不可能把六个颜色全部在脸上来试个色 那么接下来的这三个颜色呢 在之后的时间呢 我会再继续试试看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高光 高光要跟大家用的是 今天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说的只有 Elon Muscat他们家的这个高光 那么色号呢 我选择的是Daze 又是一个钢琴黑出现了 大家看多大一颗 这颗里面总共有七颗 粉压的超实在超硬的那种 这样子单看呢 它是有这种珍珠白的感觉 当你把它在皮肤上推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这种粉紫色的 而且呢 它这个粉质是特别的细腻 那么接下来呢 准备用新买的这个 Fenty Beauty的这个高光刷来使用 我看有人说 这个是他这辈子用过最好用的高光刷 我想说这也太挂张了吧 一定要买来试试看 它到底有多好用 但是他们家的东西啊 我不得不说 真的就是做的好看 就你往那一放 你就感觉 还是蛮有质感的 刷子本身看起来呢 是这种哑光的土色 它前面是这样子的 有这种斜切面 然后它这个斜切面 它的两边是不一样的 是不对称的 这个斜切面 它的面积呢 是比较大一点 这个大一点呢 是来勾勒你的这个颧骨这边的 像这边 它的这个面积呢 是相对来说小一点 然后小的这边呢 是用来扫你的这个眉骨这一块的 中间呢 是有一个这个竖着的这个竖线 然后两边呢 是这种尖尖的 这个尖尖 还有中间竖着的这块 就可以用来扫鼻梁啊 还有鼻尖 然后或者是你的 像这一块 还有这一块 很多人也都会顺带着 把高光扫一下 非常的万能 而且它这个刷毛 当时我一摸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刷毛 也是非常的紧实 非常的密实的那种 它的两边都沾上 这个高光 然后轻轻的扫一下就好 因为这个高光 其实它出粉还是蛮快的 这个高光它的颜色呢 是特别的低调 特别的内敛 然后有一点点粉紫色 你看眉骨这块 它这个粉紫色还挺明显的 而且这个刷子超好用 刷子真的是你 哪怕你是第一次来涂这个高光 你也可以完全 就一下子 一键学成好吗 而且这个高光呢 可以让腮红的这个边角 这块过度的就更加的自然 涂一下鼻梁部分 下边也涂一点点 感觉整个人现在就是 粪咚咚的 如果你喜欢这种 很低调的的话 一定要试试这一块 但你如果你本身就喜欢那种 bling bling的话 这个你可能会觉得 它有点太不显色了 接下来呢来上一下 我们今天的唇膏 因为唇膏呢我就买了 他们家 Sanel他们家 今年春季限量的 coco flash唇膏 当时我在网上看了以后 试色我就完全不行了 实在是太好看了 所以我 我忘记我总共买了 三根还是四根 那么我还没有 把它们打开 我们一起来把它打开 盒子里面呢 是长这个样子的 包装的非常的精致 掉下去一根 这边有两根 然后这块应该是送的sample 对这边都是送的sample 然后我选的前日香水 这个系列的质地 它出来的是那种 比较的薄润 但是呢又不会说 很粘腻的那种感觉 看起来就是很清透 很透亮 因为现在马上就要穿下了嘛 然后稍微清透一点的唇膏呢 会让人整个看起来就是 很凉快 很清爽 很舒服 所以说这个系列唇膏 本身在质地上呢 就是比较吸引我的 那这次我买的颜色呢 总共有三个 一个呢是56号 一个呢是102号 一个呢是106号 打开以后呢 里面长这个样子 然后前面呢 就是Cenel的标志 不过我觉得这个壳子 它其实塑料感很强诶 并不是那种非常高级的感觉 对这一点我觉得 差评 那么这个颜色呢 它这种奶茶棕色 它的棕调是挺明显的 真的是超级的滋润 颜色呢 其实要比 这个唇膏看起来 颜色要淡一点点 好润啊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 这个颜色很好看 其实它上次以后 颜色我觉得 要更深一点 而且你可以无限的叠图 光泽感也是特别的漂亮 而且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是完全不挑肤色那种类型 不管是黄皮还是白皮 我觉得应该都可以驾驭 接下来呢 来试一下这个102色 其实比刚才的那个要深很多 刚才那个就属于那种奶茶肉桂色 然后这个呢 它是属于那种红棕色 颜色明显就是红掉 而且要更深一点和刚才那个比 我先给你嘴巴上涂一点这个粉 压一压刚才的那个颜色 要不然这一支我怕它不显色了 这个颜色你们觉得怎么样 这颜色感觉比刚才上一支 要气场强大很多 虽然说颜色比较深 可是整个颜色还是往下沉的那种 不是非常张扬的感觉 整体呢也是很气质 很显肤色 偏紫棕调 你们觉得怎么样 最后的这一个Coco Flash系列的颜色呢 是106色 属于豆沙色 那么豆沙色我觉得是我的本命色 就我买了非常多豆沙色系列的口红 我觉得豆沙色真的是一个非常显气质 而且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知性 而且呢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 没有什么太强的那种压迫感的颜色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春夏秋冬任何季节都可以用 那么这个豆沙色 它怎么有点偏红调 如果这样看 本身的膏体是偏红调的 豆沙色就真的是很温柔 而且非常的日常 好看 只脱这一点就感受到了它的好看 那么这个豆沙色呢 我觉得它在我的嘴上是这种豆沙偏粉调 好像镜头前看起来有点豆沙偏红 但是其实我从我自己的镜子上面看 它是豆沙偏粉调 然后这种颜色就是非常的日常 很好驾驭的那种 这就是Coco Flash这个系列的试色 就如果你问我好不好看 这三个颜色都很好看 而且这个系列 我觉得它的这个质地 真的是非常的水润 而且不会卡唇纹 让你的整个嘴巴 就是看起来属于状态非常的不错 像我平时大家也知道 我其实是属于那种唇纹比较明显的 可是这个系列让我觉得 可以拥有 然后除了Coco Flash这个系列呢 我还有买另外一个 就是原版的Coco这一支 那么这支我买的是406色 这个406色当时在网上看了以后 我就觉得一下子就喜欢的不行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原版的Coco系列的 要比这个Coco Flash的系列要胖一点 这个是Coco Flash 底下这个是Coco Flash 上面呢是Coco系列的 而且原版的这个更加沉甸甸 更有质感一些 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带细闪的 金属的光泽感 就非常的与众不同 那么红棕调呢 其实相对来说是更加的秋冬一点 不过就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 目前在手上就能看到 有一点点微微的细闪 这个的质地要更加的creamy一点 像新款的那个Coco Flash就聚水润 现在再来看这个颜色 就觉得它真的是非常的秋冬 有没有 然后它的那个微微的细闪 镜头里面我不知道会不会把这个细闪全部吃掉 它这个细闪实在是太内敛了 就是非常的低调 但是你就能感觉到你的嘴巴好像 有一点点那种光泽感 特别的好看 虽然说现在快到春夏了 我买了一个秋冬颜色的口红 可我觉得总是有会用到的时候 对吧 而且秋冬还是可以用它 这个颜色好看的 那接下来呢我就是快速的画一下眼影 因为眼影我用的是这个旧的盘子 是pony的这个 并不是新的盘子 我就不想给大家浪费时间在这儿 仔细的在这儿画来画去了 让它在脸上有点颜色就好了 对于不是新品的东西 就是这么的敷衍 眼影以光速火速画完 然后来涂一下眼线 眼线我自己真的是一直以来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叫做Motile Liner 这个呢是一个日本的开价品牌 我选的就是这个棕色的 我这个应该也已经是用了第一 第三根还是第四根了吧 反正就一直用的是这个 我觉得超级好用 我觉得化妆都化饿了 肚子在咕咕地叫 这个呢就稍稍地往外拉一点点就好 我们来加一下睫毛 回国的时候 把一个睫毛夹给拉到家里面了 然后我这个是在我们家找到的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但是挺好用的 睫毛夹一定要多加一会儿 这样的话你的睫毛才会够翘 然后够持久 纯粹靠睫毛膏真的不如你先把这个 睫毛夹给它夹得好一点 这个呢是夹了睫毛夹的 然后这边是没夹的 是不是感觉如果现在不涂睫毛膏的话 这个也很好看了 所以说夹睫毛真的超级重要的 然后来夹一下这边 立刻眼睛就放大了 让大家在想要不要来接一下睫毛 但因为我们去日本 我们这次去的是北海道 然后北海道我们这次估计主要就是看樱花 然后还有泡温泉 然后好像说接睫毛是不能泡温泉的 很容易就把睫毛给就是泡掉了 所以我现在还在纠结 可是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 如果把睫毛就直接接好的话 你就不用再画睫毛了 很方便 那么最近呢我有用两个开架的这个 叫什么来着 呃睫毛膏 然后这两个睫毛膏里面 这个怒推超好用 然后这个非常不推荐 非常的难用 这个叫做Cyber Colors 这刷头就很好诶 它的设计 它这个刷头就很像一个雷锋塔 就上面尖尖 然后底下呢 它是比较粗一点的 比较大的这一块呢 就是从眼尾开始涂 然后正好延伸到前面 让你来就是画你的眼头的这一块 做的非常的人性化 非常的体贴 而且它前面的这个比较小的这块呢 画下眼睫毛也画的超级好的 一秒钟就它就上去了 而且这个睫毛膏 你看我是刚拿出来 我完全不需要把它上面多余的那种睫毛膏 给它弄掉 我的眼睛就特别容易 涂睫毛膏的时候涂到眼皮上面 跟眼形有关 我眼睛太鼓了 立刻出来这种根根分明的感觉 而且就真的是 往上翘的非常的明显 你看我下睫毛的表情 好奇怪 下睫毛也能涂得非常的漂亮 就整个眼睛看起来就是放大了一圈 左眼睛的要用一下这个红色的这个 红色的这个呢是这个品牌的 每一次它拿出来以后 它上面带的那个膏体 就真的是非常的多 就很容易在你的睫毛上面 弄出来那个苍蝇腿 这是我第一个非常不喜欢它的一点 而且呢这个睫毛刷 它的前面这块 就设计的有点太粗了 所以就很难画到 你的 就是睫毛的前半部分 就我每次前半部分都只能给它留白 因为就真的是涂不到 完全的涂不上去 而且呢这个出来的效果呢 也没有刚才用的绿色的那一根 出来的那么浓密 最后呢就要用一下 Forsali的这个新品 来定一下妆 这个新品长得非常的好看 里面是有带金子的 你看颜值简直就是没得说 这些黄色的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24K的黄金粉 黄金粉的话 你的皮肤呈现一种比较自然的 那种闪亮感 然后里面呢还很有玫瑰果精油 然后玫瑰果精油最主要的就是 可以补水保湿 所以这款呢 它这个喷雾 其实是可以起到三合一的效果 第一呢就是可以用个妆前 当做primer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当做 妆后的一个定妆 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 一个保湿的喷雾来使用 那么我在买它之前呢 有在Sephora官网上面 看了一下大家对它的测评 目前呢它已经有了 四星半的这个评价 其实它是蛮高的 然后有37个review 那么这个review里面 大部分人都给了它 五颗星的评价 而且呢不管是干皮 混合皮 油皮给出来的评价 都还挺不错的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买来试试看吧 对那我先来喷喷它 看看它会不会在我脸上 留下黄金 新的东西最开始用之前 它这个都喷不动诶 好 桑木的水珠还是挺细密的 那种橘子汽水的味 特别的夏天这个味道 哇哦 我现在拿镜子这样子看 它真的是在脸上 就有留下来那种 非常非常小 然后几乎是拿你肉眼 看不太出来的那种 小小的那种金粉 在你的脸上 然后整个妆面线看起来就是 有一种那种比较高级的那种光泽感 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用到这样子的产品 嗯 让我再来感受感受 好的到现在呢 就已经画完了全脸的妆容 那今天真的是用到了非常多的新品 不知道哪一个新品是你觉得 自己也会喜欢的 然后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应该四月份马上就要开始 Sephora的折扣了吧 我记得每一年Sephora四月份有一次折扣 那我最近呢也会准备一下折扣的清单 因为我发现今年上半年出了很多的新品 都是非常值得在这一次 Sephora打折来入的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推荐的产品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给我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等一下呢会在结尾给大家看 这个底妆距离在脸上的这个持久度怎么样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哈喽 现在呢是晚上的11点整 然后在卸妆前呢给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整体的妆效 真的是 没有怎么出油耶 那只有一点点这种微微的 现在特别像那种奶油肌的感觉 而整个的这个妆 就持妆的这个效果特别的好 包括就是腮红部分 还有高光部分 都没有出现什么脱妆的情况 然后包括你的三角区 T区都没有怎么出油 然后刚刚还问一下腾哥 腾哥说 今天的妆感觉妆感 就特别的自然 完全没有出现脱妆的情况 而且这个真的是 就算你离很近也完全不再怕的 这已经持妆这么久了 真的是妆效非常的感人 真的很好 然后睫毛膏的部分呢 也给大家看一下 右边这个睫毛膏 还是非常的卷翘 而且呢 它就是一直往上走 然后左边这个呢 稍稍的有一点点它 跟右边比起来 没有右边的这个 这么的优秀 挑对一个好的底妆产品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想想我上一次的那两个 气垫粉冰 那就这样咯 今天的这个应该算是 很成功了 在我自己看来 就已经是非常的不错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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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